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查了一下你的底啊 你好像还不是学这个经济学专业 学历史的 那么你是怎么样能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一个专家呢 我19年的黑箱 对啊 这经济你自学成才啊 不是的 当时其实跟经济有一点关系 然后呢 后来这个转到经济是下的苦功夫的 那几年确实脱成皮 就是把经济的那些东西 全都完完整整的要重新看一遍 那不是缩转就能转的 我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 因为最近专家又成了一个话题了 是吧 李可基教授道歉了 但是他这个道歉 我必须说啊 是有保留的 有前提的 这个李可基教授 我们你知道吧 就前一阵闹得太大新闻了 茅台酒就出来 然后李可基教授在那个场合上就说了 说这个人类啊 排毒的能力很强的 成年人弄点这个三聚轻安 没有什么 骇处 而且说这个塑化剂 塑化剂的影响啊 没有在人身上得到验证 塑化剂是相对安全的物质 你看我这样讲几句话 都是媒体爆出来的话 可是我这样讲啊 李可基教授是不能接受的 他有上下文是吧 对 据说啊 他这个要是全文 看了他讲的这个话呀 甚至于我看到有另外的专家 当然你们是不是专家帮专家呀 有另外的专家 你看说认认真真看完了 北京大学李可基教授 在茅台发布会上的完整发言 我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关于点是客观平和 但是相关微博断章取义 把他句子结出来了 导致含义的不完整 等等 你这个专家说说看 我还真不是公共卫生专家 我以为你什么专家都行 真不是 大家有个信任危机 他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把那个结出来的话 你会发觉那个话特别耸人听闻 他说你梳化剂没关系 反正这个人类你看 这个不光吃了塑化剂 不光没事 寿命还越来越长了 人类也没灭绝对不对 所以吃点塑化剂没有问题 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科研是最严密的东西 你比如说最近香港出事了 你们两位在香港 香港出事 说一个北大荒的孙公司 在香港卖了花生油 地沟油 不是含地沟油 含本笔的一种化学成分操标 操了大概几倍 本来应该是0.2 他这个大概到这个1.0啊 什么的 操了几倍 那这个东西就是的 你说他能不能彻底杜绝呢 说一点也没有 不可能 做不到 如果说但是你操到多少 对身体有害了呢 这个时候就要靠 真的要靠这个公共卫生专家的 告诉我们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超过这个限度 不是说你必然致癌 而是致癌的概率大大增加 这种才是科学的论述 学老师 你这搞文学的 您喜欢今天的专家吗 但是民众相信不相信专家 牵涉到他们对一个社会制度的信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这里边有两种 一种是有些事情本身科学上就很难弄清楚 比方说现在国家花大力气 地沟油的标准到现在还判定不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很多病标的癌症啊各种各样 科学上本身有很多争议 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大家更害怕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拿了好处 提出一些专家意见 实际上是官商专家三角结合 这样来坑民众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这次就是说 李克基的重要问题是 有没有拿茅台酒的钱 李克基自己声称他一分钱也没拿 没拿茅台酒的报酬 自己是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白酒专业委员会邀请参加研讨会的 拆旅费由行业协会负责 所以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李克基本人啊 是怎么回事 他你说这个场合是不是不大事宜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学校里有一些书呆子 他到底是个试筷子还是个书呆子 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两者都有可能 可能一直是纯座学问的 也可能是一个拿钱赚万块 我觉得这是一种虚假的东西 就是蒙蒙外行人 我觉得在蒙人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看他说他这个猜旅费拿的是行业协会的 行业协会最出大头的是哪些企业来的 就是这个钱你说我看 哎呦所以但专家不能拿钱吗 专家可以拿钱但是你跟你直接说话有关的这个利益方 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你知道中国的 我想把问题稍微讲大一点点 我看过有一个外国的19世纪的一个西方的外交官 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的社会制度2000年超稳定 西方变得那么厉害世界上最稳定的中国制度 他总结了三个原因跟一个制度 到今天都听来都很很 他觉得跟西方不同 他说第一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道 主要以道义而不是物质来统治社会 第二中国人心目当中最有才干的人 应该被选拔来管理社会 第三如果皇帝违反天意民众可以造反 他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三条 什么制度呢 客举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文官的这个选拔制度 而且来抑制那些高官 这些子女的贪腐利益的分配等等等等 换言之中国人历来相信这个皇帝也好 相信这个上层也好 他们是相信这些考上去的人是有才能的 是能够牵制政治的 这一条 这个里边的第二条跟那个科举制度是紧密相关的 换言之今天的人 要是他们连北大清华出来的人有学问的人最后都不相信的话 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对信心动用 我现在觉得有另一个问题 比方说啊 我现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哈 经常会这个看得我就一愣 就是什么时候看得一愣呢 就比如说李可基说了 我当时的原话是对于成年成人来说 三聚氢胺基本无毒 他说这句话的依据是独理学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指标 叫做急性毒性分级 李可基说按照这个毒性急性毒性分级 以老鼠做实验 每公斤体重 食用3.8到6克的三聚氢胺 可治一半老鼠死亡 那这如果分级的话 那么就每公斤体重 食用3到4克的盐食盐 同样会导致一半老鼠死亡 他说如果这么分级 那么三聚氢胺对老鼠的急性毒性和食盐 是相当的 他表示我在茅台发布会上说的这个 三聚氢胺基本无害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你看啊 我一看这个 我就懵 因为我就发现 我涉及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领域 今天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中国 现在你知道了 山路奶粉就是放了盐 所以刚才啊 这个徐老师 徐老师 你说难道我不信他 我信你能靠谱点吗 不 我更不靠谱 对啊 我不信专家 我信老百姓 能更靠谱点吗 我肤浅的判断 我觉得他大概是苏生气 是真有他一家之理 苏呆子 但是问题是民众普遍对于你帮三路清安 这样子是三聚清安 辩护 普遍不信任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牵涉巨大的商业利益 而且政治上一度是拒这个什么 就武啊 保护 所以你站出来替他说话 老百姓心里就反感 我觉得这个 这个必须要说一说 这个李可记啊 我觉得确实从这段话来看的话 我还是认为他欠缺基本素质 像这种 他这个东西的话啊 三聚清安到底有没有 三聚清安应该说是非常泛滥的 我们啊 比如说纸杯子里边有塑花剂 我们的那个香烟的这个 硬壳包装外层不是亮散散的吗 很光滑 那个上面有一层三聚清安 就是到处都是的 你可能想象到 对 你看这个 而且我发现李可记还有一个可能啊 就是聊嗨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你们学者有一种啊 小知识分子的这种 有时候在一个场合啊 他高兴了 他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这个这个说话啊 又很严重 有时候在这个处境是在这个场合之内啊 哎呀 聊聊的天花乱坠 你比如你看他后来这个解释啊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李可记说 当时记者问他的问题是 网友称检测到茅台中 DEHP含量是 S3.3MG什么美L是吧 那么他说 他说对这个问题 接下来他说的 李可记说的 你能听得懂 李可记说 如果每天喝一公斤酒的话 对人体的伤害 应该是酒本身了 因为为什么呢 整天醉醺醺的 出去被车撞死 远远大于其他的概率 但是如果每天喝上二两酒 那么你才吃进去 这个DEHP啊 再吃进去 0.33毫克 离人体安全所耐受的这个上限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说呢 所谓的含有有毒有害物质 绝不等于他致癌或者毒害 我们其实生活在各种致癌物的包围中 欧美的做法 塑化剂相对来说 是个比较安全的物质 因为不管是欧美的药店 还是中国的药店 那个药外边不是有那个包衣吗 有那包皮 那就是塑化剂 就是把尺寸变小一点 台湾不是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论论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沉浸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 旅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度假区 雪花春生 你谈谈 这个李可基 确实这样说话 就变成李大嘴了 这个因为你很显然的 就是说你喝了 你比如说有点塑化剂 你喝下去 哪怕是这个酒里边 塑化剂再多一点 你喝下去一天也 也不会生得癌 对不对 但是关键问题是 你是专家 你得告诉我们 这个玩意儿喝下去之后 有多大的危害 这个耐受值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老残的他不放了 那这类的专家有很多 要我做传媒 我就多采访另外九个专家 看看他们怎么说 不就行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不是说 天下只有他一个人 董珊就签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说这个揪着李可基不放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可以采访任何别的专家 你比如他给 他到茅台去这个说了 然后他说这是一个科学探讨 那我们就得说 你得说客观公正的话 然后他说他没拿茅台的钱 然后呢 事实上这又是一个茅台的澄清会 你拿了 你拿钱拿了 或者是你没拿 你说说清楚 或者是你的立场到底在哪里 你也说清楚 你拿个五万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稀奇的 你告诉我 让我心里有个底 对不对 他要是真没拿呢 他如果是真没拿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 事实上 就不能说他确实这么想吗 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甚至他拿了钱 也不代表他说的 就不一定不是科学 你找律师谈话也得给钱 他拿了钱也不一定 就关键还是他说的话 是不是有多少的科学的可真性 这个最好的方法 就找其他的科学家 你甭说其他科学家了 近几年来食品安全出的事 咱们连那个药监局 你都信不过 国家检测标准 现在又有一个机啊 不是那个李可机啊 对 我正想说 山东的那个药机 我就想起李可机啊 我就想起这个机了 就是最近他们说 这个央视啊 央视啊 这个报了一个速生机潜规则 说是40天涨五斤 哎 要按他们这报道啊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个 这没法活了 就是说啊 这个养鸡厂 每天给鸡啊 喂大量的抗生素 这样呢 活不长 那么要让他们快速长大 赶在他们病死之前 长成这个肉鸡 怎么办呢 就喂这个 就据说叫 就是什么 南无精神 他什么药啊 反正叫金刚 晚安 利巴 伟林等抗病毒药品 40天居然能够长到五斤 然后央视记者跟随供货商 这个发现 这就是他们现在说的 哎 这个麦当劳肯德基 现在紧张了 说这个鸡输送到麦当劳肯德基 对 但这个有待有待证实了啊 说是第一是百姓那边 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还有一个说是 我们现在平时吃的这个烤鸡啊 趴鸡啊 说是这种鸡特别多 有这种说法 但是你看看啊 这种东西 它其实啊 咱说简单了 就这么回事 一个鸡 40天 就是没出笼子 它就要杀了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0天呢 这个鸡呢 你很少给它喂药 为什么呢 这时候还是小鸡 它有天然免疫率 就像牛刚生出来一样啊 它给它喂的比较少 后10天呢 各种各样的病都来了 现在到处都是什么病毒啊 细菌 而且鸡温一来特别可怕 没错 我每天都一把一把药吃 对 所以它也是这样 给鸡 一把一把的吃药 就是它是把很多时候 是把药放在水里边融化了 给它吃人吃的药 人吃什么抗生素 它就吃什么抗生素 然后鸡就不断的吃药 吃到最后40天之后 他们来检查 有的说花钱就能买到检验证 有的他一看 反正这鸡活着 看着这个个头还挺大 还挺健康的 然后一批就收走了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检验部门的无作为 对不对 但是徐老师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我就说这个专家呀 我就没看到一些东西 我就会一愣 好 我又看到了一个 这个作者呀 叫朱毅 是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副教授 在网上的一篇文章 你一看人家的 我又傻了 我又觉得我摄入到一个 我不懂的范围 他说 鸡吃的药更好吃 不是 说说肉鸡的家长里短 那意思 你们没见识 所有的惊讶来源于技术 而不是激素 你们觉得45天 涨到5斤左右 让人大吃一惊吗 你们觉得 为两斤饲料 化出一斤肉 让人大吃一惊吗 这是现在的行业常规水平 你知道吗 人家这位专家说了 说 不是为激素 激素没有促进肌肉生长的神秘力量 还会增加肉鸡患病的风险 叫偷鸡不成到十一把米 他说 45天出笼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不断发展完善的遗传选育技术 对应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 适应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需求的饲料供给 以及洁净没有异病的生长环境 作为外因 携手有力保障白羽肉鸡 就这次央视说的这种鸡 白羽肉鸡 快速健康 走向餐桌 事实上 现在的技术 早已经可以达到 33天到37天出笼的水平了 你看专家一看 我又傻了 那是 他说的是对的 比李可鸡上的靠谱一点 是吧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给他吃激素 他如果长大还是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痊愈造成的 你想想看 我们以前的鸡要长一年 或者长半年期嘛 对吧 然后呢 那个鸡好吃 对 那个鸡好吃 但是呢 那个鸡慢 饲料吃得多 好贵的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 我们这些鸡都是进口的 不吃 你想想看 总之不吃 你们那时候到那个 到美国去的时候 那时候都说美国鸡难吃 那个鸡腿根本不好吃 对不对 就是这种鸡 我们都是这种种 都是那边选过来的 确实是育种的 但是他偷换了一个概念 他偷换的概念在哪里呢 这个育种没错 育的很好 但你凭什么那么大剂量 给他吃这个呢 自抗生素呢 你看 你看人家这个教授啊 要不说人家专家啊 就发挥到最后啊 我觉得这个文章 也写到高潮部分 我也觉得也很有意思 我给你可以读一读 他说 目前养鸡业的生产效益 已经达到空前高峰啊 鸡为人类提供了 这么好吃的动物性食品 鸡道主义的弘扬 势在必行 这也是人鸡双赢的事情 目前集约化高密度的 鸡龙养殖方式 已经逐渐被摒弃 我们的祖先通过巡化 基本让鸡丧失了 飞翔的能力 我们祖先 现在鸡连行走的能力 也在被剥夺 所以让鸡在阳光下 自由走几步 是对鸡的基本尊重 也是增强鸡自身免疫力 减少抗生素用量的解决途径 对此我国养鸡方式 也应该与时俱进 充分吸取 现代化产业化养殖的 科学管理经验 发扬什么 远远流长的散养智慧 散养智慧 进行大面积的山林 立体散养养殖 找到规模化和鸡浮力 之间的平衡点 而且人家说了 这种快涨的大型肉鸡 价格低于三黄鸡 再低于散养鸡 但是你看学者专家讲 你可以讲味道好吃难吃 可是三种鸡 营养成分的分析 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肉鸡肌肩脂肪和风味物质 累积较少 吃起来不如散养鸡 但是在食品安全的角度而言 现在一些所谓家养的鸡 整个生长过程 你完全无从知悉 有可能更危险 你看咱都傻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徐老师小超小超讲一讲 我都被你讲懵了 被你说起来就好像这个三冬药剂没问题了 我不知道 可是我今天真觉得 我们中国人民陷入了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信 可是信你自己更加不靠谱 那么真的 你说任何空气当中 我们吃的东西 我现在甚至觉得 我们在被媒体左右 对吧 就是说 我可以有理由认为 我们吃的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有问题 全看媒体 你把什么事暴露出来 你暴露出来什么 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聊这事 我们就担心这事 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呢 到底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食品环境 但要没有媒体这样在追啊 那些黑幕就更加没法 现在还靠谁追 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自监督的 管理他的部门也是失职的 当地的主管部门又是怕事情的 对 除了媒体这一条 他也许他十件事情有几件追错了 或追过头了 而且他追的都是老百姓一下能明白的事情 他要追的是老百姓不是一下能明白的事情 老百姓还不一定能感兴趣 但是要是没有媒体这么追的 我觉得不能怪民心 但是你们就是现在真的很麻烦 你们有专家啊 有说假话的 对不对 有说真话的 有说一半真话的 让你这个五迷三道的 他不说我爱 而且就是有些问题啊 你想你比如像你像在西方社会 我觉得啊 这个道统还在 比如说学术的独立性 这东西如果国家学者啊 FDA或者什么的做出这个结论了 基本上大家承认科学的 但是在中国连科学都变成迷信了 或者变成关系了 你知道就是我甚至我不知道 他有一次还招人骂 你记得吗 转基因的 对对对 被骂的那个 你那转基因你看啊 咱要一拍脑门子 那怎么能行的 转基因 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说起来 就完全是 今天有新的这个采照出来了 这些农业专家国外的国内的 就在说转基因没有问题 因为我当时是问过生物学家的 我说到底有没有问题 美国转90%以上的大豆玉米 都是转基因的 这十几年没有出过安全事件呀 对 所以就说这个你以为是的 什么叫自然 自然这个概念 如果真叫自然的话 连狗都不会有 狗就是人类巡养出来 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那什么叫自然呢 就是我跟你说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 下面迷信 就是反制 上面又不说真话 这才是最可怕的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告诉你 那个树化企美的事情 就是来讲 没问题 斯安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